能不能说像严实家训 还有朱熹的这些家训 是起到了把儒学经典世俗化 或者是变成行为规范化 可执行可操作的过程 对的具体化的一个内涵 严实家训还教训教家训 第一个 但是还不像后世那些家训 家规那个民系 但是其实呢 他们的要求内涵 都是差不多的 女的要如何 男的要如何 这个家教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讲 这人有家教 这是没家教 其实那个教的内容都差不多的 没说另一模 不一样的 后来大家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人 去真正读这个东西了 但是有很多是通过长辈传承下来的 后来就是 他不一定长辈大段 他家风可能就是通过一个对联 通过几句话 就像我们学校的孝顺一样的 对吧 自相比后的载屋 他就用这样一些额言锦语来传承 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您觉得这些东西是应该继续往前传承 还是顺应现在 应该继续往前传承 为什么我讲 因为每一个民族 特别是中华民族 跟其他民族有差一点地方 其实我们不但有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法律的规范 我们还有自我预视的规范 就是道德规范 中国的道德规范是通过这种方式呈现的 西方的道德规范是通过宗教的方式呈现的 我们如果不相信宗教 又没有一个礼教 那对我们社会是很灾难性的 宗教和礼教它都是一个目的 但是不一样的是 在科学上面的今天 宗教是神文色彩的 礼教是人文色彩的 它是一种高度理性的价值系统 这个是需要靠人去推动的 我们过去讲五讲四美 现在讲加风加规加顺 其实目的都是什么 一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秩序 不能光看外在的一些法规法条 还有内在的一种理解 一种价值观的坚持 所以我们讲三观三观 什么价值观 什么世界观 这种东西其实就是 就是体现在这些方面的 而且从本质上讲 人的理性也体现在这方面 这些通过这个加训传承下来的东西 还有可能重建吗 在今天 它应该在新的时代 有新的内涵 现在西方也有这种情况 一方面现代化高度发展 一方面社会也很分化 但是一方面人民的家庭观念 也有一种增强的势头 不管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带孩子也好 或者一个夫妻和沫的家庭带孩子也好 这个家里能够总得有一点可以 共同的在一个频道说话的一些东西 如何把它构建起来 这需要政府和社会 包括学校三个方面努力 应该做一些实际上的讨论 对吧 不要说现在我们是 停留在政府这个层面 或者停留在学者层面 讨论 辩论 就像思想解放辩论 就是我们怎么样重建 我们如何才能重建 有什么方式才重建 这个不是个别的东西 就是它有一些 我自己感动 我自己就觉得 就是孩子们 其实还是应该跟他讲道理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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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